唐天保三年元月十四日 长安 大唐黄都的居民不知道 上元节辉煌灯火亮起之时 等待他们的 将是一场吞噬一切的劫难 突厥 狼卫 绑架 暗杀 烈焰 焚成 毁灭长安城的齿轮 已经开始转动 而拯救长安城 长安的全部希望 只有一个即将被斩首的 独眼死囚 和短短的十二个时辰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滕月 第三集 士兵们没有放松警惕 谨慎的 一个货架 一个货架 搜过去 突然 一个原本躺倒在地的突厥人 一跃而起 扑向距离最近的一名士兵 那士兵猝不及防 被他拦腰抱住 两人纠缠在一起 突厥人张开大嘴 要去咬士兵的鼻子 可他的动作猛然一将 旋迹 扑倒在地 脑后勺上 插着一根 清津津的弩箭 一名士兵的同伴 在过道尽头 放下空手弩 眼神慌乱 他本该让突厥人 活下来 可同袍的遭遇 让他忘记了训令 本蛋 我怎么教你的 崔弃一把夺下 那士兵的手弩 抬手就是一耳光 他幼黑的脸堂 仿佛涂上了一层 千灰色 黯淡无光 破门只花了十个弹纸 全灭敌人 在二十六弹纸之内 这在京城诸位中 算是卓翼的成绩 可突厥人太凶寒了 居然一个活口都没留下 这可不是上头想要的结果 崔弃带着怒气 在过道上踱步 眼神扫过那些尸体 手指不安地 攥紧刀柄又松开 忽然 他愣了一下 旋即快走两步 前方 正是崔六郎的尸身 他的脖颈处有明显的指痕 双目圆睁 不用武作也知道 是被掐死的 阿凶 崔弃悲愤的一声唬吼 单腿跪在地板上 想要俯身去抱住死者 两人眉眼相仿 正是亲生的兄弟 只可惜 其中一个 已永不可能睁开眼睛了 如果我能再早下令三个弹纸 如果我能亲自第一波去破门 回忆如同蚂蚁一样 啃食着崔弃的心 他的手指猛烈颤抖着 几乎握不住阿凶的手 一个旅奔军的士兵跑过来 看到长官这副模样 不太敢靠近 崔弃偏过头去 用眼神问他什么事 士兵连忙立正 刚才清点完尸体 一共是十五句 除去崔六郎 一共有十六个突厥人 进了货站 也就是说 现在还有一人没有捉到 经过辨认 应该是为首的曹破炎 崔弃猛然吸起一口气 重新站立起来 眼中跳动着火焰 搜 他沉着脸喝道 货站不是住家 是一个没有隔断的大厂间 中间只有一些木质货架 崔弃在货站里巡视了几圈 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这样一个坦坦荡荡的地方 一眼就能忘去 他能躲哪呢 难道这家伙会什么西域妖法 能穿墙不成 崔弃忽然觉得 头顶有点发凉 他停下脚步猛一抬头 瞳孔煞时收缩 在他的正上方 有一个井口般大小的木盖 盖子略有歪斜 露出一丝湛蓝的天空 这居然 有一个通风口 丙六货站的顶部 是压岩结构 所以没有人想到 居然屋顶还会有一个通风口 正常来说 只有平顶屋子 才有这样的设计 这大概是之前的 某位使用者偷偷开的口子 没有在西市数报备 崔弃恨恨的骂上一句 吩咐人拿来梯子 然后给手弩装进了一支 拿掉箭头的弩箭 狂怒并未让崔弃失去理智 这是最后一个人 务必要活捉 否则整个计划就完蛋了 现在货站周围都是旅奔兵 曹破岩就算是去了屋顶 依旧无路可走 几乎等于瓮中捉鳖 崔弃唯恐再出什么纰漏 亲自登上梯子朝上头爬去 爬到顶端 崔弃正要推开木盖 忽然感觉到一阵杀气 他连忙缩头 一块嵌着铁钉的硬木条 擦着头皮飞过 他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弩 扑的一声似乎刺中了什么 崔弃一喜 手脚并用往上爬去 却冷不防被一条腰带 抽中了左眼 这腰带是熟牛皮制成 质地极硬 抽得崔弃一阵剧痛眩晕 腰带上还有一个小铜钩 抽回时又在他脸颊上 划了一道长长的血口 这袭击激起了崔弃的汗勇 他不退反进 反手一卷扯住腰带 用力一拽硬是冲上了屋顶 他还未等站稳 就感觉腰带一松 显然对方松开了手 崔弃一下子失去平衡 拼命摆动双臂 好不容易才重新站稳 就在这个档口 他听到咔嚓咔嚓 一连串脚步踩碎瓦片的声音 随即哗啦一声跃起 然后远远地传来一阵 沉闷的咔嚓声 接着就是哗啦的水声 这声音有些诡异 不像是落在土地上 催气大急 他的左眼肿痛看不清东西 可脑子却还清醒 他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丙六货站旁边 有一条紧贴坊墙的广通渠 这条水渠在一年前 拓宽了曹运 专运秦岭木材 所以渠身水多 宽可行舟 此时尚在正月 水渠尚未解冻 上面附有薄薄的一层冰面 如同朱雀大盗般平整 而水门并无任何部署 催气之前的安排 光顾着陆路 居然把这事给忽略了 他听到的 正是曹破岩撞开冰面 落入水中的声音 广通渠 从西市流出之后 连通永安渠 清明渠 更远处还连着龙首渠和宫渠 流经的礼访 多达三十余个 跨越大半个城区 换言之 只要曹破岩浅水游过西市水门 就可以轻松拖出包围圈 在全城任何一个地方上岸 催气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 这个错实在是太蠢了 他情急之下 也纵身飞跃 朝水渠里跳去 可他却忘了 自己披挂着沉重的明光铠 双脚刚一触冰面 冰面就咔嚓一声断裂开来 直接把这位吕帅 突入水底 临入水前 他的右眼勉强看到 一道水花正向水门击驰 水渠和仓库之间 有高高的低强阻隔 吕奔军的士兵 只能从另外一端绕过去 花了不少时间 然后他们纷纷脱甲下水 七手八脚把主官拽上岸来 这么一耽误 曹破岩早已消失在水门的另外一端 崔契被救上岸后 趴着大口大口吐着冰水 面色铁青 在他手里攥着一根挂着铜钩的牛皮腰带 这是整个行动里唯一的收获 静安寺的店内 气氛凝重如水银 每个成员都轻手轻脚不敢作声 生怕惹恼了这两位脸色不渝的主官 谁都没想到 十拿九稳的一次追捕 居然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刚才那一场袭击很完美 可是毫无意义 连个火口都没留下 崔契 单腿半跪在店前 浑身湿漉漉的不急擦拭 水滴在地板上 阴成一片不规则的水痕 在曹破岩逃离后 他被紧急召回了静安寺 上头急于弄清楚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而望楼其余 没法传递太复杂的消息 他只能亲自跑一趟 面对静安令和静安司成 崔契不敢隐瞒 跪在地上 把整个过程一五一十地讲出来 然后把头低垂下来 听候审判 老者扶了下衣袖 常常叹了一声 本来是请君入瓮 反倒成了引狼入室 每个人都知道 这句话的严重性 那个曹破岩 在刚才展现出了凶悍 狡猾和极强的顺势应变 这么一个居心叵测的突厥人 在上元节前夕闯入长安城 谁也无法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更要命的是 这头狼几乎可以说是 被静安司一路带进来的 这个责任若是追究下来 谁也担不住 卑职已派人延驱搜捕 崔契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 希望能冲淡几分失职的惭愧 年少者铁青的脸 一摆浮沉 这点人记得什么事 你知道广通永安清明 龙手朱曲有多长 去把各街铺的武侯和离手都调出来 珠房封闭 给我一房一房地搜 长远 扶尘可不是用来砸人的 老人抬起手掌 温和而坚决地制止了他 方才封锁西市半个时辰 已有越聚之嫌 若是来一次合成大索 整个长安城都会饶动不安 今天可是上元街灯会 现在街上处处都在扎灯布置 你闹得动静一大 连圣人都要过问的 年少者还要争辩 贺奸不认其事可不知道 曹破岩这十六人只是最后入城的一批 他们有更多党羽 早已潜藏城内 若不尽快搞清突厥人的意图 这长安城恐怕会有大祸临头啊 他的语气已近乎无理 不过老者并未动怒 他伸出一根指头 朝东北方向点了点 那边是工程的所在 我没说置之不理 但公然搜索绝不可行 可不能给那位添麻烦啊 一听到老者提及那一位 年少者眼神黯淡了一下 他沉吟片刻 寻迹又爆出更炽烈的火光 既然贺奸认为台面上动不得 那我若是只调遣少量精锐 暗中勤贼呢 对这个建议 老者捋着胡须 似乎犹疑未决 崔弃一听的此言 突然昂起头来大声道 崔弃自知犯下大错 不求宽幼 只求能亲自首刃仇敌 为阿兄复仇 今日之败 他连连犯错 若不打出血亲复仇的旗号 将功折罪 只怕下场堪忧 可年少者和老人 同时摇摇头 长安这里住着近百万居民 汉湖百官 诸教九流 各种势力交错纠葛 是一个明暗相间的复杂漩涡 崔弃半年前才到长安任职 上阵杀敌没问题 指望他在城中穿梭寻人 就不太现实了 靖安寺这里汇聚了各处的精英 有精通事意前良的能源老力 有过目不忘的主事文书 有凶悍无勇的战兵 甚至还有一批深暗胡情的胡人属员 现在唯独缺少一条 能游走于长安暗处 嗅觉敏锐的老猎犬 本来他们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就是崔弃的哥哥崔六郎 可惜他已经殉职 崔弃知道主官在惋惜什么 双目一红 一拳砸在地上 竟砸得砖块 微微裂开一道细细 沉默片刻 老人拿起旁岸上的福头 端正带好 又把算带 手巾系在腰间 年少者一愣 忙问贺奸是要去哪里 老人叹道 宫里对突厥狼位非常重视 今天的事瞒不了多久 我进宫一趟 试着拖延几个时辰 在这期间 长远 你呀最好能想出应对之策 弥补先前的过失 否则 老人白眉一锤 没有说出口 年少者肩膀微锤 暗自松了一口气 同时又心生鄙夷 这个老家伙 滑不溜手 一件事情办杂 就找理由离开 不肯承担任何定策的责任 但他这一走也好 省得自己束手束脚 现在一刻值千金 他可没太多时间 耗在对付自己人上 年少者把老人送至照壁 然后回转店内 神情明显轻松不少 他严厉的看了 仍贵在街下的崔气一眼 袍袖一服 非常之实 惩戒暂且押后 接下来你不可再有分毫懈怠 崔气面容一速 拱手退下 他知道 那位姓贺的老头子 只是挂名 真正掌管静安司 和自己性命的 是眼前这位 叫李璧的年轻人 这位上官 别看年纪轻轻 手段着实犀利 杀伐过绝 整个静安司 都被调教得服服帖帖 处置完了崔气 李璧用力敲了敲暗脚 把各部主事都叫过来 你们现在好好想想 有什么合适的人 可以取代崔六郎 记住 我要最好的 店中主事 各个陷入沉思 可一个都没吭声 距离灯会 只有四个时辰 在这之前 要找到曹破岩 近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差事做得好 未必有好处 做得差了 搞不好就成了替罪羊 连推荐人 都要跟着倒霉 李璧看见部下们 唯唯缩缩 正要开口训斥 忽然目光一宁 看到那个目力 有样的徐主事 犹犹豫豫豫 抬起了手 他知道 此人叫徐斌 本来在户部 做书令使 记性齐家 月卷过目不忘 所以被调来 静恩司担任主事 就是略有口吃 李璧下巴一台 示意他说话 徐主事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在下倒有一个人选 不知是否合您的意 讲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叫张小静 从前在安息都护府军中 做一个使长 后来续工 调回长安 在万年县 担任不良帅 已有九年 我想 他或许和李司成之一 哦 李璧眼神一瞇 这份履历说来简单 细琢磨可是不一般 不良帅乃是捕贼县位的副手 留外官里的顶阶立职 分管捕道治安诸事 一个都护府的小小使长 居然能当上一县之不良帅 已是十分难得 更何况 这不是一般的县 是万年县 长安分成东西两县 西边为长安县 东边为万年县 这万年县在天子脚下 王公贵族多居于此 关系盘根错节 此人居然能稳稳做了九年 李璧产生了点兴趣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